又如慧俗处 夜深补助者 是等久未 尚有夜深无名 居足应该说 夜分身相无名未破 故与夜深 慈平无名 其列最大 维持后心 以金刚之破除 即不妙觉之位 古曰不出 慧俗里头 说得很清楚 说得很明白 夜深不出 是等久菩萨 在花眼镜上 四十亿位 发生大死 从是诸开始 是诸 是行 是回乡 是地 这四十个词 是地上面 就是等久 就是后不复 那么等久未 还有一品无名 未破 这里说夜深无名 具足 就是详细的说 是夜分 身相无名 没破 你看看 这个名词 身相 下面说 慈平无名 其列最大 他的能量最大 大在哪里 慧能大死 在坦经上 告诉我们 能生万法 就是这一品 叫身相无名 相是现象 我们今天讲的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在佛法的名词 是境界相 境界相就是 阿赖耶的境界相 就是物质 转向 就是念头 物质 从安来 是从自信 流出来 自信流出来 是真实的 是平等的 但是这里就有 阿赖耶起作用 阿赖耶 把这个境界 转变了 所以 把一真法界 变成 是法界 变成 六道轮回 这是 怎么会死去 就是 身相是 那 身相是 莫那 一世 就这样造成 所以 佛法 讲得很清楚 跟现在 科学家所看到 完全相应 那 所以佛教里头 没有造物主 没有受到神 没有 佛将自信 将真心 忘心 真心 能生 能泄 忘心 能变 把真心 所生的 变成 是法界 变成 六道轮回 完全是 念头变 所以佛讲 一切发送 心向神 跟我们讲到 相有 心神 色有 心神 相随 心转 这很 重要 那今天 我们居住的地球 这个新 现象 我们看到了 亲眼所见 清耳所闻 怎么样 乱沉一团 毫无秩序 为什么 我们的念头 乱沉一团 我们的思想 乱沉一团 习心动念 把正知 正见 丢掉了 协知 协见 把协知 协见 当作 正知 正见 变成 现在 这个世界 在中国 过去 汉唐 盛世 怎么 陈旧的 汉唐 三样 东西 都落实 在人心里 都落实 在行为 当中 端正 众生 的 三业 好 三业 所行 接近 菩萨了 这就历史上 所传的 甚世 太平 甚世 也是念头传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就知道 这世界能不能救 难 再严重的灾难 都能救 怎么救法 美国 布莱登 波斯 说得好 地球上的居民 都能够觉悟 气握 阳山 端正 心念 地球上的秩序 就恢复了 地球上的灾难 就不见了 他说的话 佛经 可以给他做证明 这是个 科学家 他说这个话是 20 11年 在悉尼 讲的 那个时候 科学家 举行一个会议 在悉尼 他们的报告 做出的结论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只要念头改变了 地球的磁场 就变了 这就是 想有心神 尽随心转 心好了 没有一样不好 样样都好 心不好 善难度 阿 你 陀 佛 阿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佛